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Dr.Solomon 這頻道跟大家分享所有關於花的知識 插花的藝術,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 記得訂閱、讚好、留言 以及按下這個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更新 Hello,大家好,又來到我馬監製的時間 今個星期我們會用這個TingTing 做一個很特別的架構的Bouquet 你看見我們收到的TingTing 我們稍後會將它分開兩種的做法 然後再將它拼合在一起 就成為了我們的架構 花財方面我們有壽球花、有獎 有玫瑰花、有些很漂亮的荷薑 以及有染色的尤加利葉 我們開始的時候 首先要你自己找回一隻瓶 那隻瓶最好紮身一點 稍後我們擺的花打橫就很有時代感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想好了 我們開始的時候 就將你收到的TingTing 把它分開一半先 把它分開一半先 然後我們就 然後將其中一扎 就找一條鐵線在中間這個地方 綁住它 綁住它 這樣繞的時候 最好就令到它有一隻腳 有一隻腳 因為你稍後會拿著它 來做我們的打橫這個部分 這樣我們將它繞住它 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行不行 這個第一步 第二步我們就找第二條鐵線 就將整個TingTing 將它的頭和尾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 好像B字形的狀態 這隻腳都是留的 長長地 如果你覺得這個鐵線不夠力 因為我們稍後要這樣拿著 如果這個棍子 你拿著的時候 它倒閉 我們就要再加一條鐵線 所以其實我給你幾條鐵線 我們首先兩樣的TingTing 都先做了它 我們就有兩款 我們就把它這樣做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開 然後以下下來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花材 把所有的葉子都撕掉 今天因為我們做一個款式 是非常之modern 非常之現代的 所以我們盡量把這些葉子 譬如說這些玫瑰的葉子 我們都把它撕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我們以下下來的Poke 因為這些荷薑已經沒有葉子 我們就不需要處理 掌也是一樣 它本身沒有葉子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處理 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做了 首先 我們把我們的壽球 先拿著在手上 由壽球的底部份開始一個拳頭 然後就拿著它 然後我們就做這件事 我們就要把我們這隻 第一個打橫的TingTing 就把它放在壽球的下面 好像我這樣 和壽球成90度角 然後我們就把這條鐵線 然後就把壽球和壽球的底部 好像我這樣喝 繞著壽球的底部 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壽球和這個TingTing 是黏住了 好了 接著我們就加上我們下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怎麼做呢 我們也是這樣喝 把它拼在我們剛才那些 第一扎的TingTing的下面 好像我現在這樣喝 看到嗎 其實也是剛剛在壽球的底部份 在這個底部份 然後我們又把我們的鐵線 拋住這個壽球的框 行不行 就是這樣喝 接著我們就加入我們的玫瑰 沒錯 玫瑰第一支是在前面的 在正 首先所有TingTing和壽球的交換處 我們可以放斜一點 和傾前一點 好像我這樣喝 你看到後面的腳是會凸出來的 不要緊要 我們先拿著它 盡量看到玫瑰的正面 接著第二支就沿著壽球的弧度 一路上去 好像我這個樣子 看得到向前 接著開始向上 第三支是最高的 就是第二支的後面 其實你看到我是轉了入壽球裏面的 所以你做之前 用手指挖一挖一挖 挖開一個洞 然後才推進去 你就會做到 看到嗎 我們現在開始的時候 就做了這個形狀 接著有個手球 接著我們就放這些玫瑰進去 開始有個形出來了 接著我們在第三支玫瑰後面 這個是一支兩支三支 第三支玫瑰後面 我們開始放入我們的荷薑了 全部都差不多是轉入壽球裏面的 荷薑就要有一高一低的 如果大支那些 你就可以將它放高一點 將力強一點 或者如果兩支差不多的話 就沒有分的 我們看到 基本上都可以一高一低地放 一組地放 但是你看見我基本上所有花 其實後面都是有壽球 在這裏蓋著那些腳 出來的效果就像我現在手上握著這個 好,接著我們就要加入我們的醬 這個醬最好有一兩支就在它前面 剛剛好蓋著剛才那個 聽聽和壽球的接駁位 接著另外一支就伸高一點 就像我現在那樣 大概是這樣 第三支就在這裏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一個很美麗的花束 總之是清楚 而且那個grouping要非常乾淨 所以我們選用這些花材 都是非常適合做現代式的保錡 你會發現你那個花材包裏面有一扎 這些染了色的油加利葉 這些油加利葉其實已經乾了 但是它染色就染到它好像秋天 但其實它的顏色不是真的 它的顏色是染出來的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就要看回顏色 我們這些顏色很漂亮 盡量短的就放在一個掌的下面 就把這支花的底部份鋪一鋪排它 就不要露了太多鐵線出來 尤其是我們做這些感覺 那個線條感強一點的部機的時候 千萬不要讓人看到那麼多你的mechanics 即是整個花下面有很多鐵線的部分 千萬不要讓人看到 否則你的magic 或者你整件事就沒有了那個特別的地方 即是沒有了那個別人猜不透的地方 做完之後我們就把兩隻手推高一點 就令到這支花實正一點 接著我們就在這個花的比較高的位置 差不多去到頂的位置 我們就把它綁住 我們也有些皮革鞋給你 我們就要把它綁住 綁住它 好嗎? 去到這裏就剪了它 然後我們就拿這支花瓶出來 就量一量 如果這個太長的話 我們就要把腳先剪一剪它 剪了之後 記得手球要破開腳 手球要破開腳 然後就可以整個操放下去了 剛剛好放在前面 然後我先拿走這些花 你便會發現 整個花 嗯 非常之modern 還有 非常之有線條尾 其實一點都不難做 但其實你要知道 我們開始的步驟 以及我們選擇的花 最好就是一些modern一點的花 什麼叫modern一點的花 就好像掌 只有枝狂 上面有個花 或者像河薑 如果你選擇玫瑰的話 我們要把葉子撕掉 盡量把線條暴露出來 就好像我們這些廷廷的做法 這個花其實你可以把它 每天剪腳 不要噴水 基本上七至十天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喜歡的話 不妨可以再留意我們其他 Omakase的tutorial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不停更新的 記得subscribe like 和share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的update的話 就要按下鐘仔 notification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個update